大家好 非常高兴再一次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谢谢王神父的派遣 我有再一次的有机会 来这边跟大家介绍耶稣是谁 我们上一次介绍了耶稣是谁 在世世代代各个地方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个问题 耶稣到底是谁 而耶稣有许许多多的身份 而他在许许多多的身份里面 有两个身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读的 马斗福音第16章 马斗福音第16章15到17节 那边记述着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就是耶稣有一次跟门徒们在一起 耶稣就跟门徒们有一段对话 耶稣就问门徒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当他问门徒了这个时候 伯多禄就说 西满伯多禄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他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 就是这一位看得见的天主 来把那一位看不见的天父 他的无限的美善 在我们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了 我们 根由 天主的帮助 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是谁 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他跟我们众人都不一样 也没有人可以 跟他一样 他是天主 他是天主子 我们今天我们也再来认识另外一个部分 他就是墨西亚 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 不是血和肉可以让我们知道 不是经由我们的学习 不是经由我们天然的生命 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 实在是需要 天主对于我们的带领 恩宠跟启示 我们也寻求天主父的启示 来帮助我们认识他的唯一圣子 耶稣到底是谁 我们一起祈祷 求天主父帮助我们 仁慈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一切都在你的旨意中间 从永世以来 你就在耶稣基督内拣选了我们 为了领受你的恩惠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 让我们蒙招而来 能够在这边蒙受你的恩宠 蒙受你的启示 来认识你唯一的圣子 耶稣基督 认识的天父 请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有一个 亲身的经验跟碰撞 我们也要认识他 他就是你 怀中的唯一 独生者 天主之子 他是 你所派来这个世界上 拯救我们的救世主 墨西亚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你的圣子 到这个世界来 带领我们回到你的怀中 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主 能够呼喊你是主多么好 我们将今天的聚会 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 我们渴望认识你 请你来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被你触摸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你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讲的话语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名大有权柄 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 一听到你的名字 无不屈膝叩拜 我也奉你的名及权柄 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 黑暗的灵 怀疑的灵 欺骗的灵 昏睡的灵 刚强的灵 抵挡的灵 一切跟你不相合的灵 都奉你的名捆绑 在你宝血覆盖下 命令这些灵都离开 不准回来 绝书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场地 你的宝血覆盖 我们众人的身心灵 你请祝你的圣神充满这个地方 充满这每一个角落 我们要在你圣神充满中 与你相遇 我们要在圣神内 与你相结合 我们尽由你认识 我们的天父 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耶稣基督 他也是墨西亚 墨西亚 意思就是基督 也就是受负者的意思 受负者的意思 是指着说 有一位 他是被天主的能力 圣神的能力 像油一样的一个 玉像这样子的充满富油 被油所付 是被圣神的能力所充满 那被圣神的能力 从天主而来的能力所充满 而这样的被充满被派遣 认识了天主赋予他的子命 使命 而且他也靠着这一个 圣神的富油 圣神的能力 他所承行完全的一个使命 这叫做受负者 受负者 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受负者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随便来的 他不是来这边 世界上的一个偶然事件 他就被迫害了 真不巧 他就被钉死了 不是 是在万事以前 天主的圆满的计划中间 他来了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没有目标 他有目标 他说我来干什么 我来就是寻找罪人 我寻找那些失散的罪人 我带你们回到我天父那里去 他来寻找我们 他来寻找迷失的羊 他来寻找我们 他说不是那些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那些有病的人 我们离开了天主的恩宠 我们离开了他的生命 我们跟他的生命有了一些困难 我们就开始生病 我们不但是身体上会生病 我们心情上也常常会生病 我们的身心灵都常常在病苦中 在痛苦中 而就是这样 我们想要活得好 没有人想要活不好 可是我们很多人想活得好 却活得不好 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父亲 可是做不了好父亲 我们想要做一个好母亲 做不了好母亲 我们想要做一个很好的人 我们常常想要去帮助别人 可是我们就常常没有办法 我想做的我不能做 我不想做的 我又不得 没有办法 我又会去做 我们真的是很懊恼 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状况 我们有困难 而主耶稣基督 就是来找寻这一些人 这一些有病的人 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我来就是寻找这些有病的人 他就是来找这些身心灵都受痛苦 有病苦的这一些人 也是来寻找这些因着罪而迷失的人 他来找我们 他说我回去 我 我父那边有许多的地方 我为你们准备地方 我要带你们回到我父那儿去 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 这也就道出了 耶稣基督是 墨西亚的这个身份 这个受父者 他就要来完成这一件使命 他要把我们带回去 我们从圣经上来看说 为什么我们有这些需要呢 我们到底是 出了什么样的 差错 让我们 活得这么辛苦呢 我们看一下 创世纪第2章 有圣经的可以把开圣经 在创世纪第2章 第12页 李嘉欣在前一次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一段 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引用 他从天主是爱的角度 让我们看天主多么爱我们 我们今天再一次的用这些圣言 求天主光照我们 看耶稣基督是墨西亚的这一个身份上 他怎么样救赎我们 回到跟天主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恢复 在天主创造天地之后 他造了人 他造了人以后 他就把天地 交到人的掌管中 他造了乐园 在乐园中间 有一棵生命树和之善恶树的果 树在乐园的中央 他把人安置在乐园里面 然后第16节 创世纪第2章16节 这边提到说 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 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吃 只有之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 所有的果子他都可以吃 只有这一个之善恶树上的果子 天主禁止他吃 而且天主把乐园造得很好 然后造人 但他一被造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去居住 去掌管 去生活 而且 天主也为他造了一个乡秤的助手 所以 从 亚当的 身上取了一根肋骨 然后 由乐人取来的乐骨 形成一个旅人 所以天主祝福了 亚当跟二娃 然后他们常常在乐园里面 跟天主同乐 天主也常常去乐园 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第3章 我们就看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第3章 第3章 他说在上主 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 蛇是最狡猾的 蛇对了旅人说 天主真说过了 你们不可吃乐园中 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旅人对蛇说 乐园 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都可以吃 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 天主说过 你们不可以吃 也不可摸 免得死亡 他又开始加油天处了 把天主的话 天主并没有说不可以摸 他就加油天处 又跟那一个黑暗的势力 撒旦的一个象征 取了那样蛇的一个形象 来诱惑他 他跟他的对话 他就说 蛇就对他说 你们绝不会死 因为天主知道 你们哪一天 吃了这果子 你们的眼就会开了 将如同天主一样 知道善恶 于是旅人就开始 看那棵果树 实在好吃好看 令人羡慕 且能增加智慧 他就摘了一个果子吃了 又给他的男人一个 他也吃了 于是两人的眼 立即开了 发掘自己赤身露体 所以用无花果树叶 编了个裙子为生 当仇敌 欺骗他是一个欺骗的灵 他欺骗他说 你吃了没有关系 而且你吃了会有很多的好处 跟天主一样 知道善恶 好像可以跟天主同等 这样子来诱惑他 而他听了这些话 他开始就去看 他不是立刻吃 他知道说 天主的诫命是不可以吃 所以他没有立刻吃 可他就开始看 他不断的看 看了以后呢 圣经讲说 他就令人羡慕 很多的罪 就是从看开始的 看那个白花花的影子 哇 白花花的影子 一直看看 看了很多了以后 就开始心生羡慕 我有这些钱多好 把它变成我的好了 很多放那些色情放也是 常常就是看一些色情的 不该看 看多了以后 他就想要去做一做 很多的事情 就是因着这一些 不会节制 他开始看 看多了以后 内心就想 内心想了以后 不管天主说什么 他就开始做了 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马上 他讲了说 他们就发觉自己赤身落体 所以用无花果树 编了个裙子为生 当亚当和他的妻子 听见了上主 天主趁网梁在乐园中 散步的声音 就躲藏在乐园中 怕见上主天主的面 平常的时候 如果上主趁着网梁 来散步的时候 他们一定很喜悦 看到他好高兴 会跟他在一起 巴不得期待 这是很美的时候 可是当他们 一旦有了罪 他们开始怕 他们开始躲 他们最想说 天主最好 这个时候不要来 你不要来 他就开始躲起来 他说为什么要躲呢 他就躲在乐园的树林中 为什么躲在树林中呢 圣经讲说 怕见上主天主的面 上主天主呼唤亚当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就回答说 我在乐园中听到了你的声音 就害怕起来 又再讲到了说害怕 他开始有了害怕 这是他原来没有的 因着罪 他开始有了一些 负面的东西 他开始会害怕 他开始要躲藏 他说因为我赤身落体 所以躲藏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天主的话 他多么充满了爱 跟接纳 跟了解 他说 谁告诉了你赤身落体 他用的话声 莫非你吃了我 禁止你吃的果子 一个问号 所以 天主全知全晓 他知道 但是他 虽然知道 其实万物在他面前都是敞开 他知道 可是他用一种方式说 莫非你吃了 你为什么会害怕呢 你说你会害怕 莫非你吃了 我禁止你吃的果子 他说 亚当怎么说呢 亚当这个时候说 是你给我做伴的那个女人 给了我的树上的果子 我才吃了 他的意思说 是你给我做伴的那个女人 是他给我吃我才吃了 假如没有他 我就不会吃 那当然 再讲下去就说 假如你不造一个他 那我哪有今天会犯这个罪呢 那他谁的错呢 他其实间接的在指着说 天主你错了 要不是你给我造一个 饿蛙 我哪里可能会吃呢 都是他 所以他开始推卸责任 把这一切的罪呢 甚至于推到天主的身上去 所以人 原来是跟天主很近 他可以了解天主的性情 跟他非常非常的亲近 天天在一起 很喜乐 平安 可是罪一来的时候 他的生命开始变化了 他开始 第一件事情害怕 这很多的害怕 也让他开始 推卸责任 他也开始不接受 他就 就说了这些话 可是天主怎么说呢 天主就说 对了女人说 你为什么做了这事 因为 亚当说你 你让他吃了 所以他吃了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吃呢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比较好一点 他们就说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没有他说 是蛇哄骗了 我才吃了 好像 很innocent 很无辜 都是别人 反正错都是别人 所以别人错了 我才吃了 然后上主就 就开始 对蛇说 因为你做了这事 你在一切 深处和野兽中 是可咒骂的 你要用肚子 爬行 必生日日吃土 我要把仇恨 放在你 和旅人 你的后衣 和他的后衣之间 他的后衣要踏碎你的头颅 你要伤害他的脚跟 所以 当人一犯罪了之后 他就开始糊涂了 他对天主就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 他想到天主就很可怕 他想到天主就像一个判官一样 他想要躲避 他想要躲藏 圣经中间 所提到的义 就是指责 关系 指责天主跟人的关系 叫做天主的 公义 天主的义 而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好 你会天天在一起 巴不得他早一点来 这样的关系好的时候 就会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渴望 可是一旦这个义 被破坏了 他就开始觉得 怕见天主的面 这个关系就有了很大很大的困难 这个很大很大的困难 也就是指责这个义的亏欠 这个义的破裂 这个义的毁坏 当这个义毁坏 亚当第一件事情就是躲 最好不要跟你在一起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一个正常好的关系在一起了 就是指责那个义 义 有了问题 而这个有了问题呢 其实就很像说 没有穿衣服一样 不能面对别人 就好像说 你没有穿这个衣服 就没有办法去面对 所以他在这边说 他突然发觉 说自己赤身露体 非常害怕 不能够去见天主的面 所以他要遮掩 他要躲起来 他用东西来遮住他 这个遮住他 就是想要 对于这一个破裂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遮掩 所以他做什么呢 他就用很多 无花果的树叶来编裙子为生 他想要用他的行为制造出 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恢复 这是他自己想的解决的方法 所以他这样子越编越编 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能的 当他以为编得很好很好了 一听到上主的脚步声 他就开始害怕了 上主呼唤他说 亚当尼在哪里 他就躲起来说 我害怕躲起来了 所以 无花果的树叶 并不能够遮掩 他的亏欠 这一个赤身露体 因着罪的影响 这个意的破裂 其实 我们 人也常常活在 类似的状况中间 比如说 一个孩子 他在学校 惹了一些麻烦 他惹了很大的祸 他回到家里面去呢 就搬妈妈 扫地 搬妈妈 擦碗 洗碗 然后做很多的家事 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不要面对那个事情 最好他爸妈不要知道 所以他在遮掩 他的错误 他知道他错了 但是呢 他在那边遮掩 就是因着他在学校的那样的一个问题 他跟他爸妈之间的关系 也有了一个困难 而这个困难的时候呢 这个意亏欠呢 他就要去做许多的事情 他少了很多的地 洗了很多的碗 还是不能解决 这个问题 好像 除了孩子 大人也会 假如说 先生在外面有了外遇 他马上回到家里 可能送一朵 玫瑰花 请他吃饭 帮他做一些家事 做一些事情 他不要去面对他的错误 他的罪 他不想要面对 他就要做许许多多 那个送玫瑰花 那个洗碗 那个 做很多的事情 就是跟亚当做的事情一样 他不要面对 他要遮掩 但是这一些事 这一些行为 能不能够遮掩 这一些过失 能不能够把这个意恢复 其实是不能的 尽管还不知道 其实这一个先生 跟太太之间的关系 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困难 这个孩子在家里面 跟他的父母之间 就有了很多的困难 而这些遮掩 并不能够遮掩得掉 哪一天 东窗事发 爸妈说 你为什么在学校 要把另外一个同学 打的 送到医院去 打得这么厉害 这个时候他就会说 都是他做了什么 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我受不了 而且我要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所以我要打他了 这跟他一样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他做的是很对的 都是别人的错 就要把错误 推到别人身上 好像意思就是说 他活该 他该打 我打他是对的 使不认错 人在错误中间 他就非常非常的迷失 他非常非常的糊涂 大人也是一样 哪一天 东窗事发 你为什么在外面要做 这样子对不起我的事情 太太这么讲 他就说 开始可能有点道歉 然后再讲说 你平常在家都不温柔 不体贴 你也对家事也不做好 孩子也管教不好 我在家庭里面没有温暖 我也很痛苦 所以我需要一些温暖 其实讲了个半天 就是你活该 你该死 你应该有这种待遇 因为你平常没有做好 贤妻良母 推卸责任 而这样的一些状况 绝对不会恢复那个意 绝对是越来越严重 而在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他从此活在一个 非常非常的扭曲的 一个里面去 他就想到的天主 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 已经不是他所知道 天主是爱 他是完完全全的爱 天主是全人的 任何的事情 他都有办法恢复 可是呢 他不要天主来恢复 他要想他自己的办法 他用自己的方法 去编无花果的树叶 来遮掩 来逃避 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就怪罪 怪这个怪那个 怪这个怪那个 最后就怪到天主去了 而这样的一个后遗症 我们也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困难中间 我们很辛苦 其实就算说 妈妈还不知道 这个孩子在学校惹了什么祸 他在家里也没有平安 非常害怕 一个电话来了 就生怕是学校的这个事情来了 什么事情就来了 或者他或者一个信来 马上看看是不是要把他藏起来 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在躲躲藏藏 其实已经没有平安了 他已经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见人 他需要遮掩 就是指责那样的一个部分 他要遮掩他的一些错误 他一切的遮掩 就带出了更多的错误 他越遮就越错 越错就越遮 就本来是一个错变两个错 两个错变三个错 变了一大堆的错 好多好多的错 从此在这些许多的困难中间生活 人本来是活得非常好 有了第一个罪进来了之后 他就开始迷思 就罪上加罪 错上加错 最后呢 他对天主非常非常的不了解 他想到天主就想要躲 想到天主 他就说最好 跟他保持远一点 身 非常害怕 圣经讲说他们非常非常害怕天主 而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造成了人跟天主之间的一个很大的裂痕 在这很大的裂痕 是需要有一个恢复 可是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裂痕 就好像说 在大峡谷 我们到大峡谷就知道说 那个谷非常非常深 我们看到远远的对边有一个人 我们想要过去 他又想要过来 可是中间隔了一个好大的宏宫 我过不去 他过不来 我们要如何能够过去 他能够过来 我们能够恢复这样的关系 恢复这个意义呢 天主是爱 如果人犯罪了 你就去死 跟他没有关系 他重造一批人 他可以再造一批人 可天主没有这样做 人的做法就是 不好了 公司开的不好 关掉这个部门重新开起来 这个房子不好 卖掉他 打掉他 重新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一个地方 甚至于说 这个儿子不好 脱离父子关心 我们人会这样子想 可天主不是 他是爱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爱我们 他完完全全爱我们 接纳我们 不管我们怎么样 他都不改变 因为他本身就是爱 这是上一次 李嘉欣为我们讲的 天主是爱 他完完全全 因着爱他造了我们 因着爱他帮助我们 他是爱 人有了问题 有了亏欠 他还需要继续的爱我们 他要爱我们 让我们回到他的丰富中间 天主是爱 圣经中间说 爱就是天主 天主是爱 圣经中间还讲了 天主是光 有没有 天主是光 天主是光 也就是讲着他的圣洁的那一面 他完完全全是圣洁的 完完全全是光亮的 在光中 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地方 这个好脏好脏 衣服很脏很脏 如果在黑暗中间 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脏还是 还是亮 随便你讲好了都可以骗 很多欺骗话说 随便你说 好像大声说的就会赢 可是一到光中的时候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根本不能隐藏 因为天主是光 一切的罪 在光中都不能葬礼 一切的罪在那边都受不了 这个罪 光会杀菌 会见光死 也就是因为这个光 他爱我们给了我们生命 这个光就带我们进入圣洁中间 跟他的圣洁有份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音 最大的喜悦 我们不是只被他爱 被他利爱的 变成一个不展进的 常常是做错的 而是我们也被他的光 光照 进化 改变 我们变成他一个 可以领受他的爱 我们也反射他的光 他说你们要做世界的光 我们不在黑暗中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 没有什么要躲躲藏藏 我上次也讲了说 耶稣基督是真理 一切真理都在真中 所以连白色的谎言都见不得光 我们不讲假话 我们就在讲一个真真实实的事 主怎么说了 我们怎么经验了 我们怎么样见证了 我们怎么就在人田去讲一个真实的事情 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因为天主是光 是光 一切的罪 不能够站立 天主也说 经上也讲说 罪的工价是死 所以天主是光 这个光也表达了他是正义 天主也是爱 他又是爱 他又是公义的天主 我们想说 如果只有爱 没有公义 会有很多很多麻烦 如果说 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家庭长大 你做什么措施都没有关系 妈妈爱你 爸爸爱你 再什么措施都没有关系 反正爸爸妈妈帮你扛 你打了他 没有关系 我付赔赏费 你抢了他 偷了他 没有关系 你去花掉 我就赔他的钱 你就是这样 总有一天 你就没有办法赔 你们记不记得一个秋绝的电影 如果你看过了 那个祖母就是这样子的 厉爱他的孩子 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完完全全不可收拾 有爱 没有公义 问题很大 问题越来越大 有公义 没有爱呢 也有很多问题 你做错 你该罚 你该死 你去死 我处罚你 这是你该罚的 后来呢 有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 有公义 有管教 但是没有爱的家庭 他做一点点小错 就很多罚 后来他就欠了好多的罚 他前面的罚还没罚完 又有新的罚 最后他就说 我就做更多的错 看你怎么罚我 他就又错又错 看你怎么罚 到最后你也罚不了了 完全没有办法 他就一直要错 错又三 再这样错 很多那些完全没有爱的家庭 错来的小孩 他做了好多的错事 不可收拾 不是只有你家庭的问题 是社会的问题 人类的问题 有爱 没有公义 有公义都没有爱 这两个都不解决问题 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天主 他怎样来救我们 他是有爱 他又是有公义 人的这一个错误 要付的这个代价 人已经没有办法还了 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还了 耶稣基督来 给了我们这个救恩 其实在当时 天主的旨意中间 就已经应许了这个救恩 他就说 他跟蛇讲 他说我要把仇恨 放在你和旅人 你的后衣和他的后衣之间 他的后衣要踏碎你的头颅 你要伤害他的脚跟 这边已经指责 预许了说 一位救世主 若西亚要由童真旅 变成了旅人的后衣 取了儒仆的形象 来到我们中间 而他来到我们中间 他要弥补 他要带我们回去 他要把这一切的亏欠 都完成 完成了这个救恩 这就是耶稣基督 受父的意思 他被派遣 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在永世到永世 在基督内 天主就已经应许了这个救恩 他要救我们 他爱我们到底 就救我们到底 这就是一个最初的原始福音 告诉我们说 将来有一位墨西亚要来 我们今天也要认识说 这个墨西亚就是耶稣基督 他不是只有在天上 你们犯罪了 你们去死 跟我没有关系 你们受痛苦 你们去痛苦 跟我没有关系 我在天上去享福 他在天上当然日子好得很 但是 他爱我们 他不舍弃我们 因为他的爱 因为他的公益 他必须对这样的一个罪 罪的公价是死 必须要付代价 我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来说 什么叫做爱跟公益的满权 比如说 我从台湾来一个朋友 他来到这边 他没有车 也没有驾照 也没保险 他在台湾是会开车的 他就借我的车 我的车借给他去开 他就创了别人的名贵轿车 这一创 要赔很多钱 这个赔很多钱呢 他又是个穷光荡 他赔不起 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赔得起 所以呢 有爱没有公益呢 就是说你躲到我家 我让他们抓不到你 结果呢 他的麻烦也变我的麻烦 我们大家都在躲 一有电话来 是不是警察来了 这不解决问题 让我们全部都陷到了一个捆绑中间 有爱没有公益 不解决问题 另外有一种 有公益没有爱 你没有钱啊 那你就去坐牢 反正你坐牢了以后 判完了以后 不管关几年 关个五年十年 你出狱了就没事了 就了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划清界限 你不要麻烦 我创了 是你创的 我也不要 我的车子创坏了 你就算了 我不要找你赔了 这是我对你的好 那剩下的事情 你自己去善后好了 这叫做有公益没有爱 什么叫做有爱 又有公益呢 我说我帮你赔 我用我公益的钱来赔 一定要用公益 去解决不益 对不对 我说我也没有钱 我们来计划抢银行好了 用不益的方式来弥补 是越多的不益 对不对 结果这个还不益 那边又有抢啊偷啊 那边的不益又跑出来了 那更多的问题 只能用公益的钱来赔 我没有钱 那我把房子卖了 我把我的财产卖了 这些都是属于我的 属于我的益的 我把它卖了 我帮你罚 我帮他的罚款 交到法院去 法院说 这个该罚多少钱 案子就勾销了 案子勾销了以后呢 他就不需要夺法官了 对不对 他已经是释放得自由的人 公益是指着说 该罚的不罚叫做不益 该罚的已经罚了 要再罚还是不益 对不对 你不能说 已经罚过了 我要再罚一次 再罚一次 那也是不益 罚过了就不能再罚 我已经带他罚了 就不能再罚了 其实人类的这样的一个 罪的代价 要付的代价 罪的公价就是死 天主的定义 定命 经上讲的话 因为天主是光 他的圣洁 要求我们都是完全的 圣经也讲说 因为你们的负是完全的 所以你们也必须是成全的 是完完全全完美的 我们必须要在圣洁中间 跟罪没有份 你不能又要犯罪 又要圣洁 这两个不会在一起 你不能说 又要黑又要白 加在一起是灰的 还是黑的 还是不白 圣洁就是完全的圣洁 跟任何的罪 都不能有任何的 牵连跟关系 天主是要带我们 进到这样的一个 丰富跟自由的生命里 所以 人没有办法还得起 耶稣基督来带我们还 也只有耶稣基督 才能够成为这一个无罪的羔羊 你罪的羔羊 我们说我们有罪 带他来罪 我们都不qualify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 为别人负债 因为必须要用义 来恢复 所有的不义 在这一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 跟我们众人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罪 经上讲的 只有一个人 他完全没有罪 我们人没有办法没有罪 但是他是天主子 他有办法他没有罪 入望福音他讲的 在那些仇敌面前 攻击他的人面前 他大声的说 你们说 谁能指证 我哪里有罪 没有人敢说 普天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 这是上一次我们读过的 入望福音 所以他完全没有罪 只有他是一个 圣洁无瑕疵的羔羊 只有他这一个 圣洁无瑕疵的羔羊 才能够成为这一个寄线 能够满全这一切的亏限 就好像我刚刚讲说 那个大峡谷这样深 我们过不去 耶稣基督 为我们搭了一道桥 一道天桥 我们就从那边可以过去 因为他是圣洁无瑕疵的 只有他是圣洁无瑕疵的 他才能够满全这样的一个恢复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完成了 有没有 当他说完成的时候 有事情发生 他说圣所到至圣所的障慢 从中断裂为二 因为以前 天主在至圣所 圣殿里面的至圣所 中有一个障慢 别人不能进去 谁进去会死 只有大师纪 在一连一次 他进去为了赎罪 还要谈牺牲的血 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覆盖 他才能够进去 不是谁都可以进去 就好像说 我的那个朋友 已经是被通缉了 那个案子没有 然后呢 他要跑到那个法院去散步 他跑到警察局在面前说 Hi 你 how are you 那是很麻烦的事 把他抓来定罪 因为那边是讲公义的地方 他的罪案没有消 他就只能躲 我们也好像是有个罪案 就到处躲天主的面 到处做边无花果的树叶遮掩 好像天涯海角 没有地方可以枕头 没有地方可以安息 没有主的日子 没有得救的生命 就是劳苦重担 就是在那边辛辛苦苦 我们好辛苦在躲 为什么躲 天父明明那么样的爱 那么样的一个丰富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一直在躲 好辛苦 劳苦重担 没有平安 钱不能给我们平安 地位不能给我们平安 所有的事情 世界的事情 都不能给我们 真正真真实实的释放跟平安 我们一直在躲 因为我们怕见上主的面 从亚当二娃就在躲起来 我们就在躲 我们也不认识他了 我们以为他是一个很可怕的判官 我们不认识他就是爱 但是耶稣基督来 他为我们已经打通了这条路 凡是赔了就不能再赔 这叫做公义 对不对 而且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瑕吃的 只有圣洁无瑕吃的寄宪 付上的一个代价 这个代价付上去 我们就自由了 而我们的自由 接受了他的救恩 我们就能够跟天主恢复了这一个关系 这一个关系的恢复 就是耶稣基督做墨西亚的身份 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完成的一切 是天父的旨意 从永世到永世 他就爱我们 为我们准备了一条路回去 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 他要带我们回到天主那边去 他要带我们能够在天主面前 我们能够接受天父爱的拥抱 我们也能够在他的光中站立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我到法官面前去招摇 就要被判罪 但是他要判我罪的时候 我有一个更大的权柄说 免罪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天主的公义 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 既然洗净了 天主从永世到永世的旨意跟目的 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 就是要我们跟他一起永恒的结合 他爱我们 他不要离开我们 我们因着罪跟他有了距离 他没有办法拥抱我们 我们一对他拥抱 谁看到天主就会讲他会死 因为他是光 你受不了 有一天 我们的罪案消了 我们可以面对他了 他可以拥抱我们 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在法院面前那边散步了 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在任何地方去了 我们释放得自由了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完完全全释放得自由 而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 就是这一位莫西亚救世主 基督给我们成就的大事 就是这一位天主子给我们成就的大事 他让我们回到天主那边去 能够在他面前站立 我们跟他再也没有关系 不需要那样的害怕躲避他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 至圣所跟圣所中间要有一个慢子了 不再需要有这个阻挡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 这样的人跟天主之间的这个鸿沟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 这个救赎 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 是你我该死 但是这一个圣洁的圣者 他为我们而死 这就是他的爱 他为我们而死 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宝血 我们能够回到父乐里去 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他说完成了就完成了 你信吗 我信 我们信了 我们就经验到是真真实实的 生命的示范跟自由 你可以到天主面前领受他 这样的爱的拥抱 你也可以经由耶稣基督的恩宠 恩宠的意思是 我们不该得的好 我们却得到了 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恩宠 无条件的白白的给我们 不是我们好 我们好到一个程度说 耶稣基督我已经够好了 所以你该来为我死 不是 不是这个世界已经改良改得很好了 他说这个世界已经改得不错了 我现在去验收成果 然后就好了 不是 他在这个世界还是污秽的时候 还是人最不接受他的时候 最迷失他的时候 他来到这个世界 世界却没有接受他 他进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地方 这个世界却把他定死了 这个世界不接纳他 把他丢到外面去 但是他仍然爱我们 为我们付上了完全的代价 也是天父的旨意 他满全了天主的公义 也只有他能够带我们 恢复这一切的公义 你边无花果树叶 边个十件二十件一百件 边一辈子 边个十年二十年 也仍然不能够恢复这样的一个困难 这就叫做救恩 这就叫做一个白白无条件的恩宠 这就叫做说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救恩 《宗族大事录》第四章讲了说 普天之下没有施下一个名字 使我们赖以得救 除耶稣基督外 没有一个人能够使我们得救 这个得救就是指着说 我们跟天体之间的关系恢复了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天主给了我们一个完完全全 原来没有的生命 从神生的属于神 从肉生的属于肉 我们有了一个属天的生命 是从他自己的生命 生出来的一个圣洁的生命 而这一个生命 从此要帮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富的生命里 他说我来要给你们丰富的生命 我要来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有了重生得救 是我们一个生命恢复自由 释放的起点 而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 他继续帮助我们 进入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耶稣基督给的白白的恩宠 我们从此能够 因着我接受耶稣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说完成了就完成了 但是这个完成了 是完完全全完成了 天主是爱 爱就是尊重 你要不要 我要不要 我们仍然要做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不能说 开明啊 我很爱你 我这个要给你 不征求他的同意 就硬塞给他 整个都变质了 我给他 不论是多好的 他都必须说 我愿意 我接纳 我们每一个人 天主给我们最先的自由 他就给我们 就没有收回去 我们忘用了自由 我们跌倒了 我们没有办法掌管世界 我们背离了 我们选择了错误 但是他给我们新生命力 再给我们这个自由 让我们能够恢复到 这个自由中间 我们能够掌管这个世界 靠着他给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们的得救 我们的得救 是耶稣基督成就了 一切的救恩 但是却是因着我们的相信 我们只有相信 才会愿意接受 这个救恩就已经成就 实行在我们的生命里 天主是 耶稣基督是天主子 他是天主子 我曾经 我读过《诺悟福音》之后 我就不得不相信 他是天主子 以前我只想他是一个 很特别的人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是道德很高的人 他是一个传递福音 传递和平喜讯的人 他是一个导师 我想到那一切 当我读到《诺悟福音》的时候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天主子 当我读完《诺悟福音》 我不得不承认 他是天主子的时候 我相信他是天主子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困难 因为我不相信他是墨西亚 我的意思是说 我当时相信他是天主子 我不能不相信他是天主子 因为他不是疯子 他不是骗子 他说他是天主 他就必定只能是天主 我花了蛮长的时间考虑 我没有任何的答案 我说他是天主子 当我相信他是天主子的时候 我却跟他讲说 你是天主子 很好 你做你的天主 我做我的平民老百姓 我们井水不放河水 我也不觉得我需要你 我觉得我自己活得很好 因为我不认识他是墨西亚 我不认识说 我在作奸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说 有更大丰富的生命里面 他要给我白白的 我不晓得 直到1991年6月29号 我知道了 我接受了 我的生命完完全全改变了 而这一个墨西亚 这一个救世主 这个受父者 这个基督 就是因着我愿意 他做我生命的主 其实他的救恩已经完全了 就是完全了 成就了就成就了 成就了是为所有的人 他舍弃了这个生命 也是救所有的人 可是在我个人经验到 他的生命 的这个重生的生命 跟他的这个生命有份 却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1991年6月29号 那是我第一次 我愿意说 耶稣我要 我要接受 我要接受你当我生命的救主 你是墨西亚 你也是我的墨西亚 你是救世主 你是我的救主 你是我唯一的主 唯一的救主 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宣告 这样的一个愿意 我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 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 完完全全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而这样的人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Christian 基督就是Christ Christ的意思就是受父者 基督徒的意思呢 也是受父者的意思 耶稣基督这个受父者 圣经中间用大写的 Anointed 而我们这些是小写的 Anointed 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 也都是受父者 也都是被圣神所富有的 这是我在这边 愿意圣神派遣我 借着团体的安排 天主的特别的旨意 我们在这边 见证他的美好 他也为我们富有 带领我们这边 领受各式各样的恩宠 他是真实的 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真实 我们的生命要 完完全全的改变 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 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 使凡信他的人 不至善亡 反而获得永生 这白白的恩宠 因着我们愿意接受 就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我们读一段圣经 来结束这个题目 二佛所书第二章 在1820页 1820页 二佛所书第二章 第八节 他说你们的得救 是由于恩宠 借着信德 所以得救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而是出于天主的恩惠 恩宠的意思呢 就是 You got what you don't deserve You got something good which you don't deserve 你得到一些 你不应该得的好处 叫做恩宠 有人问我说 那是我该得的好处 我得到的是什么 这是奖赏奖励 欠你的 或者是还债 还你该有的 恩宠的意思是 你不该得的 你又得到了 他说你们得救 是由于恩宠 救恩这件事情 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圣神的重生的生命 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宠 不是我比人家好 我得到 你比他不够好 你没得到 我们每一个得到 天主救恩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不配 但是呢 都是他完全的好 因着我们的愿意接受 他说你们的得救 是由于恩宠 借着信德 我们只有相信了 我们愿意接受 他说免得有人自夸 什么意思呢 如果 因着我自己的努力 而能够得到的 我就要跟天主自夸了 我说 天主这个救恩的成就 我有1%的功劳 如果没有我这1%的功劳 你的99%的都失效 你说完成是假的 没有我这1%都是没有用的 那我也可以说 你1%没有 那我有0.001 没有我这0.001 你那个仍然是没有用的 我们就可以自夸 他在这里讲 我们没有办法 他说 他使所有有血气的人 在天主面前 没有办法可以自夸 他的光 光照了一个真实真理的显现 我们知道说 我是罪人 但是我却是一个 无条件被他爱的罪人 他完完全全成就的救恩 他给了我白白的恩宠 当我相信我接受的时候 这个救恩 就在我的生命中间 经验中间变成实在 接下来他又说 第10节说 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 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 当我们得救了 我们是有一个新受造的生命 他说 随若在基督内 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 我们天然的受造里面 是从肉身的 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他做救主 圣神给我们一个重生 新的生命 重生生的属于神 从肉身的属于肉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没有的生命 所以他说是在耶稣基督内的新受造 他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内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是他的化工 他说我们是他的化工 是在耶稣基督内受造的 是为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 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 天主给我们新生命 给我们这个新受造 在基督内一个圆满的一个 重生的新生命 为了是什么呢 为了是 也为我们预备许许多多的善工 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 没有天主的生命 我们有的时候连善恶都分不出来 耶稣基督在福音中间讲过 他说没有善 除天主之外没有善 除了天主以外没有善 我们人想的善 跟天主想的善差距非常远 我们人想的善 我们以为是善工 可能有一天在光中一看 不得了 那个是罪恶 我举一个大宗徒的例子 扫路 他还没有得到天主的光照的时候 他破坏基督徒 破坏得很厉害 但是他是一个热爱天主的人 他觉得这些基督徒都是 都是相反天主的 他这门道的 对他们口吐凶恶之气 然后从大司祭那边 拿了拘捕令 要到大马四哥去 抓一切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非常热忱的 爱天主想要去做善工的 他以为的善 但他看到了天主之后 他就知道我错了 耶稣基督跟他讲说 扫路扫路 他说主你是谁 扫路扫路你为什么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 你为什么迫害我 从那个之后他就知道 所以人以为的善靠不住 你以为说 我的无花果树叶 编得比你好 你看你才编一半 你只编了裙子 我衣服裙子都编好了 还可以编了好几套 哇 很了不起 我们觉得很了不起 我们批评别人 我们伤害别人 我们觉得很多 这就叫做骄傲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好 靠不住 只有在光中才知道 真实是什么 就是只有天主知道 我们在他的光中 我们需要他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在他的光中站立 我们在他的光中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跟人家在那边一直争 说这件衣服是白的 还是灰的 还是什么 因为在黑暗里面 大家都看完 可以两个都错了 为了这个打架 其实打赢了 他是黑的还是黑的 对不对 一到光中不必讲话 通通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的道德很高了 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都洁白了 一到光中就发觉说 越接近光就越发觉说 那些小的那些 通通都出来了 圣经讲说 人心非常的险详诈诡辩 就在光中就一切都要显明出来了 天主是光 他就要带我们进入圣洁中间 就是要我们进到他的光中 我们才可能知道什么是上 因着他的启示 我们才可能知道 我们自以为是的 很危险 不一定是 而他给了我们生命 我们借着这个生命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上的 我们有的做不好 有的母亲跟我讲说 她说 有一个母亲她真的这么讲 她说 我很痛苦 我从小就被我的父母亲 这样一直打上来的 我那个时候被无缘无故地打 我就已经发誓说 我将来做母亲的时候 我一定不打我的小孩 可是我每次打了我的小孩 我就很痛苦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碰到一些事情 我不想打 可是我就会打他 打得很厉害 就像我怎么样被我父母那样 毒打一样的毒打他 每次就很后悔 他没有路 很痛苦 他知道那是错的 他仍然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对的 因为他没有一个生命力 去成全这样的一个困难 所以这边讲说 他说我们是他的化工 是在耶稣基督内受造的 为了是什么呢 为了是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 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善 他启示给我们什么是善 我们才知道 哦这个是善 然后呢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做 他要给我们这个生命去做 重生得救就是这一个起点 而这一个起点 有了他的生命 我们就会开始 有很多很多的行为 在这些好的行为中间度日 不是只有一点点 我们要的行为 不是一个不认识天主的 自以为是的 骄傲的 错误的行为 边无花果树叶的行为 那种行为多了也没有用 我们以为做多了 比别人了不起 那个都没有用 人上不能带我们 进入天主的光中 不能带我们 进入生命的释放里 不能带我们 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行为 我们却需要 相信他 给了我们一个生命 而在这一个相信 有了一个新生命 我们要有信德的行为 我们要在这信德的行为中间度身 没有行为的信德是死的 就是因为这一个信德的行为 让我们知道 这个所信的是真实的 而这一个墨西亚是真实的 他的救恩不是随随便便的 他是真真实实改变我们的生命的 他就是天主子 他就是墨西亚 就是这一个墨西亚 要带我们进入他的救恩丰富中间 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躲了 因为我们的罪案已经消了 天父已经宽恕我们了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这一切的救恩 我们不需要在天涯海角 我们都是有福的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领受 我们因着信 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天主就要光照我们 让我们在许许多多 他为我们预备好的一生一世里 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他就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圆满的一生 带领我们走上正义的坦途 进入丰富的生命里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 绝书基督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所成就的 你是天主子 你是爱我们的天主子 你就是天主 你来到这边 你带领我们回到天父的爱中 你带领我们 因着你的宝血的覆盖 我们能够回到光中 我们能够跟你同在 绝书我们谢谢你所成就的一切 你所成就的一切 你说完成了就完成了 你所成就的一切是圆满的 我们不能再加任何一个部分 说它是不圆满的 主耶稣请你给我们信德 请你开启我们的心 启示我们 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付交在你手中的 付交在你手中的 没有一个会迷失 你保守我们 你赐给我们你的生命 你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 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实现 主耶稣 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是你招教来的 你拣选来的 都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旷野中间 迷失中间 抱回来的羔羊 迷失的羊 主耶稣基督谢谢你 你就是来寻找我 你从天上受尽的苦难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来寻找我 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基督 我要一生一次的跟随你 我要听你的话语 我要听你的声音 主耶稣基督 请你打开我的心 让我能够领受 你住到我的心中 与我一同作息 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主耶稣基督 你的名示范 我能够自由地归向你 主耶稣基督 你就是主 你就是唯一的主 你就是救主 你就是墨西亚 你是我生命的救主 我的生命从此开始 有了不一样 进入了一片丰富的喜悦中 主耶稣基督 请你带我进入你的荣耀 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基督 你就是天主 你就是天主子 你带领我 回到父的怀抱里 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 我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应付吉子吉身神之名 阿们 谢谢秀平 谢谢秀平 你们说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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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西洋 无声天主子 你是天主子 你是我救主 你是我西洋 人生天主子 你是天主子 你是我救主 你是天主子 我爱你 你是我西洋 你是我爱你 你是天主子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是我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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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西洋 你是我爱你 你是天主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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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